近日超级女生的舞台上有一个叫方圆的姑娘 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叫陪我走 话说这个出生于1999年的妹子 今年只有17岁 就已经以原创歌手的身份去参加选秀了 不明觉厉 再看一看她的经历 竟意外的发现她还是个同行歌手 在歌坛都混迹了十余年了 她从小到大参加过的节目数不胜数 获得过CCTV首届网络春晚 十大网络歌手季军 和全国儿童歌曲大奖赛金奖 她还被美国四所顶级的音乐类学校录取 可见音乐水平是有多高 绝对是经过多年的训练得来的 在超级女生的舞台上 她还有线和偶像黄之烈合唱了歌曲最远的距离 说到明星 方圆合影过的艺人还真不少 从小就上过李勇叔叔的节目 巧的是 今年超女的总决赛也要由李勇来主持 和金志文合影显得很郁洁 和金宇斌合影又显得很罗利 还和超女评委肖靖腾唱过歌 气场一点也不弱 最让人吃惊的是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赵丽颖竟然还转发过她的微博 支持过她 连杨幂都录过视频为她加油打气 还有网友翻出方云在青春季中出入的场所 发现他们家住的其实是豪宅 更有传言说 她家住在大使馆腹地 随便散散步都能走遍各种大国的大使馆 方云是个汉族姑娘 但长得一直都有种抑郁风情 小的时候就挺漂亮的 现在她也快成年了 走得了公主路线 走得了狂野路线 还走得了总公路线 有的时候还能是个宝宝 看来也是个百变的小魔女 一个一直追逐于梦想的姑娘 也祝福她 希望她能越来越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